下拉清单 这个我想应该前面有讲过 那只是说清单在这里 不过一般清单会放在别的地方 也许你可以把它摆在别的地方 然后这边有另外一个清单 把它放过来 其他就可以让它产生 所以这边会需要再用到一个函数 就是 就是我们的每个月的第一天 应该在哪个位置 那要知道说它是礼拜几 所以这边会用到一个叫weekday的函数 去抓到 就是说这个月的第一天 应该在礼拜几 那你就把那个放在礼拜几的位置 放在对的地方上面 另外第二个还要知道什么 这个月有几天 这个月有几天怎么知道 为什么因为有的30天 所以你显示出来 它如果是31天 那32的部分就不要显示 如果它是30天 那31以后就不要显示 如果它是29天 那后面就不要显示 对不对 所以要知道说 这个月有几天 另外的话呢 另外利用这两个 就可以得到什么 得到我们最后要的位置 那就可以自动显示出 我们要的那个范围 有没有办法 想想看 有点难度 但是基本上 并不是太困难的 把这些解决之后就OK了 那当然还有 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范例档 这个是函数的 旁边还有一个用VBA的 那这个就更难了 挑战更高了 不过各位不用担心 因为已经大概有完成现成了 你逻辑转变一下 VBA就有了 好那这个是刚刚 有提到的 利用Colum跟Raw 那我们回到 刚刚的这一题 就是说后面还有没有完成的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做出99乘8表 类似像这样子 这个已经都做好了 我试一下 各位看一下 清除 把这个清除掉 看一下 剧棋里面 好像我有改过 2到10 2到10 OK好 那如果 我今天希望 在这个表格里面 颜色或者是 框线自己填上去 这个是自己填的 按下它 自己帮我把 这个99乘8表给绣出来 做个清除 OK 主要先把这两个 先解决 那解决完之后 还可以延伸的 这底下都延伸的 还可以做什么 如果你今天希望 如果是 裂号 能够被删整除的 帮我 画一个 就是说 底色 改成黄色的 改成黄色的 怎么做 按下去 就类似像这样子 在输出的时候 如果遇到什么 它的裂号 裂号指的是什么 第二个数字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能够被删整除的话 就帮我把底色换成黄色 字形换成红色 这个地方就这个效果 另外做一个清除格式 然后呢 再来就是 这个也是延伸的 有同学问到就是说 如果希望对角线 前一个延伸 对角线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样一个对角线 你会发现这条对角线 蓝跟列有一个共通性 什么呢 相等 对不对 那后来是什么 这个对角线 又有一个共通性 什么共通性呢 相加 等于多少 等于10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今天我要把这个对角线 做什么呢 如果刚刚这两个条件 其中一个成立的话 就帮我把底色改成黄色 类似像这样 还是一样 有个清除格式 类似像这样 这个有点难度 好 没关系 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基本上 要怎么做 我建议你可以先从清除开始 再把它改成 这个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清除很好写 for i 等于第几列 到底几列 for j 等于第几列 到底几列 然后里面的sells ij 等于什么 等于空置串 城市就写完了 三行 所以怎么写 我们来看一下 按部就班的 来跟各位说明 一样切到VBA 不过上面的那个蓝号跟列号 可能你要自己产生 按个Ctrl键 按个Ctrl键 向下填满 好 第二个的话呢 在中间这边 也许你自己再加一个框线好了 所有框线 有个框线就好了 OK 三 旁边要加一个清 先清除好了 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找到你现在的这个范例